放完六点钟左右 大家带着下午采的茶叶往家里走 吃过饭后 采回来的茶叶要挑去多余的叶片和杂质 我现在要做的就是挑青叶 比如说像这种鱼叶 就要把那个屁股上的这个小叶子是不要的 是把它摘掉 为什么要摘掉呢 就是说它有的话会影响口感 所以说我们要把它就再做进一步的处理 采好的茶叶还需要放置一段时间 之后就是炒茶了 然后再倒在这个上面 要均匀一点把它撒开 均匀一点 虽然是全自动的 但是你看这个机器还没有开始启动 因为温度未达到 所以说它就是还没启动 它等到温度达到一定的187的时候 它就会开始启动了 然后开始叫了 189度开始了 茶叶一次次的落下 经过无数次的翻轨 和父亲一整夜在旁的看护 之后还要进行下一道工序 最后再删一遍才成为最终的龙亭茶 这删一下大小一样 删下来大小就一样了 大的再炒一下 这样一整套的流程 一天只能炒出大概10斤的茶叶 第二天一大早 天刚亮 新一天的采茶工作又开始 爷爷带着工人采茶 奶奶和文文在家里挑茶 中午要有人把上午采的茶叶送回家 采茶季一切都在紧锣密鼓地运转着 只为一杯最纯正的西湖龙井茶 结束振码 冰季 累宗